国家民政部计划年内在殡葬、救灾、福利等民政社会服务领域选拔一批技能大师 并且资助其10万元建立工作室 那就有不少市民疑惑说 殡葬等领域的大师是什么样子 建立大师级的工作室和普通的市民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继续新闻调查 民政技能大师听起来陌生其实与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养老、孤残儿童、护理员、甲织安装师、殡仪馆的化妆师、火化师 都是掌握特殊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从业人员 从事殡葬行业20多年的刘志 是南京殡仪馆的资深化妆师可谓大师级人物 谈起为适者化妆 刘志说现在的家属要求越来越多 从以前的面容安详到现在的个性化 化妆师逐渐变成了美容师 不就是给适者化妆吗 怎么还要大师级呢 刘志介绍说他们这一行不同于普通的化妆 里面的学问不少 他当年光学徒就学了五年 出师后还自学了雕塑、美术、医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用于给特殊适者服务 特殊的基本上 像四肢或者头部、脸部 全部给压 我们叫开放性的 开放性以后 有些要分、要整形、肤形 还有些要通过一个特殊的修士、修补等等方法来进行处理 谈起要在殡葬业选拔大师 刘志说他们也非常关注这个项目 民政部特别提出大师要能够带徒弟 从业二十多年来 刘志培训过二十多个学员 但是手把手交的徒弟只有一个 他非常担心后继无人 现在民政部要选拔大师建立工作室 他就不再担心了 民政部表示 对入选的技能大师 一次性给予补助资金十万元 不过技能大师的评选有一些硬性条件 比如获得过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 具有一定的绝技绝活 并在积极挖掘和传承传统技艺上 做出较大贡献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